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禮拜的哥白尼地獄集的成就龍科 藥之王暴龍斧 那這個龍科要不要刷呢 以下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它這是光人類專用的 然後它是龍斧 就是比較好綠珠的那個玩法 那首先第一個效果是一個直傷 然後再是無視防禦三萬五千點的光屬性傷害 那雖然說是無視防禦啦 不過現在的這個高防怪 其實血量也都靠北多 所以其實這個三萬五千點 我是覺得有點太少了啦 就是可能用來破隱身盾之類的吧 可能有用啦 不過破隱身盾的話其實很多方式可以破啦 也沒有必要綁一顆龍科 然後再來的話人類成員攻擊力提升35% 我是覺得光人的話 其實龍科本身就有提供增傷了啦 所以它這個攻擊加成的話就看看就好了 那再來是隨機四個人類成員CD-2 這個減的其實蠻多的啦 所以說如果說你有玩光人隊 然後你有缺這種減CD的話 或者是你沒有這個直傷的光人卡片的話 你可以考慮去弄一個這個龍科 你可以去刷一下 但是我認為這個龍科它並不是 並沒有到必拿的那個地步啦 何況現在應該蠻多人都有九瘋王龍科了啦 九瘋王龍科應該照理來說是 就是屌打大部分的九成以上的龍科的啦 所以呢我覺得這顆龍科就是 可拿可不拿 那不過我應該還是會去拿一下啦 那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影片啦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訂閱 然後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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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紅작栗 圣埋 紅